我爱你,亲爱的姑娘 见到你,心就慌张 风吹着修长的头发 大家好,今天是一个非常值得庆祝的日子 为什么?因为做了12年的业余slash 半专一的摄影师啊,今天我终于拿到了我的第一个单反相机 今天就来给大家 第一个数码单反相机,这个是胶片的不算啊 第一个数码单反相机,今天我就来给大家拆包 那这个呢,是从这个加拿大境内啊,拿了 我们看加拿大是什么样子的 包装的呢,感觉就是塞了很多纸嘛 哦,这个就是A73 那这些呢,就是一些收据 然后我呢,随机呢,还买了一个这个记忆卡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拆包A73 哎呀,非常的激动啊 A73呢,我个人是非常看好的一款相机 因为我觉得它的这个性能非常的均衡 在各个方面我觉得都体现出了,无论是拍照片还是拍视频 我觉得A73都有非常非常多的优点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它不贵 对,不过我跟你说,这么多年我一直不用单 一直不买全副相机的原因,难道就是因为没有钱吗 好像还真的就是因为没有钱啊 总而言之,我们现在来看啊 记得人心的一刻,它并没有封条 我怀疑是,就是店里面拿到这个相机的时候 它要看里面有什么东西,所以他们可能是偷偷打开 但是我没有打开哦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哦 打开 里面明晃晃的 这是什么毛,这是 不知道,不知道为什么,什么年代了 还有这么多纸质品 现在不都是电子的了吗 说明书,英文的 说明书法文的 我都不知道这些东西要浪费多少数啊 加拿纳真是财大气粗啊 然后,把这个打开 就是关键时刻了 里面,首先第一个应入眼帘的就是它的这个袋子啊 我有之前的索尼系列 袋子好像 哎,袋子好像宽一些,然后厚一些 这样的话,当然你背起来的时候呢,就舒服一些嘛 原来这个非常的,非常的单薄 这是6500上的 好,我们先放到一边 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卡槽里面 哦,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到具体是做什么用的 反正是什么都没有啊 我买的是一个单独的机身 那么这个,就是它的机身了 哇塞 瞬间高潮了 哦,感觉 感觉好重啊,比我想象到重 可能拿那个6500拿过呢 觉得,啊,好重 但是啊,跟我以前的尼康第三百啊 嗯,那是我05,06年时用的 用的第三百 然后用的镜头是17,55 全副相机 啊,等同于2470 是2.8大光圈的 用起来就非常的帅 经常被人打闪 被老爷打闪说 哎,那是什么头 总而言之吧 那个比这个要重多了啊 当然是十几年前的了 里边 一些隔板 哦,这还有个小,小,小摆子 里边有什么呢 里边有一个,哦 这个买6500的时候也给了 是一个插头 插头这边的是USB的 还有什么 哦,哦 这个就是传说中的FZ100电池啊 这个电池很厉害啊 这个电池啊 呃,非常厉害 为什么呢 因为它让索尼有了非常强大的续航能力 这样你可以拍很多照片 据说700多张 拍视频也能拍很久 不像以前是 像我的6500 我一共有三块电池 而且三块电池 而且我还要买那种 一个charger充好几块电池了 不然的话 一个晚上我半夜还要起来充 总而言之 哦,这里还有 这个跟我6500的配置简直是一模一样 一个Micro USB的接口 可以方便你充电 呃,也可以连接computer 然后用来升级这个软件 那么大型商就是这个样子了 里边什么都没有了 很遗憾 呃,据说呢 A7R3的开箱里边呢 会有一个charger 那很遗憾呢 我们的这个 呃,A7 Mark III就没有了 那这就是一个空空的盒子了 OK,把它放到一边 那我们这个收据放在这里 然后我们有一个charger 一个U盘 一个Micro USB 还有一个呢 就是Z 哇,这个Z的电池好大啊 跟我以前的D300的那个电池 我觉得有一拼了大小 就是 然后就是这个 然后是SD的这个卡了 这个卡倒没什么好看的了 哎呀,非常激动啊 那么今天的主角就是 A7 Mark III 那我们 打开看一下 12年呢 终于等到 全副相机了 哇塞 哈 不知道该说什么呢 今天工作的时候 拿到这款相机 哎呀,特别激动啊 半天都没有说出话来 同事一直问我 你怎么了 嗯 嗯 第一款全副相机 非常的激动 非常的开心 嗯 都有一点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啊 嗯,总体来说 我刚刚拿到手 我感觉它的这个握感是非常非常的好的 能感觉出机身比较厚一些 当然跟6500比起来是厚一些 但是跟Canon 5D Mark IV 或者跟Nikon D850比的话呢 那当然是小很多了 那么手握的这个地方呢 也非常的舒服 嗯 我对它的这个整体的感觉非常的好 它这个握槽这里呢 这个地方呢 凹进去一块 所以你手放在这里的时候呢 是非常的 人工力学做得非常的好 那么 其实A7 R3 我也有把握过 朋友借给我短暂的玩了一下 那我看到这个机身呢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区别呢 就是 其实前面当然有一点区别了 那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个Dell上面 就这个上面这个转盘啊 我觉得这个 这个A7 R3 它中间有一个release button 你要按下去之后 再转这个 其实我当时就不太理解 因为你要按下去 然后再转 这得长一个ET的手才可以 不然的话你根本就转不了 我当时是两只手去一个手 按下去一个手转 像这种我觉得就非常好 你说什么样的人 需要 会怕这个 这个想拨还是挺费劲的啊 哎呀真的是 感觉非常的好 我最喜欢新的一代A7 R3 A9 还有A7 Mark III的一点 就是它把record button放在这里了 再也不像这个以前的 你要K这里 简直就跟K角色的 你每次要这样 使劲的按用你的指甲 我觉得真的 感觉好像是被虐待的感觉一样啊 所以这一代做的非常好 而且我也看了很多测评 然后呢这个shutter button 也是可以用做recording的 是在这个magnetic设置的 我觉得这点非常的人性 呃 总而言之 我觉得这一款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棒 而且啊 我发现 因为它里面具有这个in body的stabilization 所以当你动的时候 你能感觉到里面有东西跟你一起在动 呃 感觉是稍微有点需要 但是还是蛮不错的 啊 太棒了 那这个呢 就是A7 Mark III 那么我决定呢 这个过两天呢 天气好的时候呢 拿着A7 Mark III 然后配上一些镜头 出去给大家做一些实力的测评 再也不会像iPhone10一样 给大家简单开箱 说了两句话 就再也不测评了 这个我一定啊 给大家测评 大家监督我啊 非常的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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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我发现啊 A73呢 它这边当然了 可能其他的A7系列 或者A9系列都这样 它这边其实是有点有点圆的这种感觉啊 就是是这个Round Corner 它并不是一个直的 然后这样的一个非常直的 它在这个地方是削平了一点的 非常的不错 我呢不太想说太多 有关于A73和A7R3的比较 还有A9的比较 那基本上我觉得它呢 是在这个A9和A7R3中间 它非常的均衡 它有很多地方 比如说对焦点 它比A9做的还要多 比如说它的连拍功能 还有它的这个 当然A9比如说它就没有slug功能 但是A7 Mark III呢 它就有slug功能 它就有slug功能 所以说它在很多地方 比A9 A7R3都有强的地方 当然它有它比一些不足 但是价钱上真的是没有办法比 这个2000美金 而A9可以足足买它两个 即使是A7R3也可以买这个一个 架上一个非常好的头了 所以我觉得对于一般的摄影爱好者 除非你真的追求海报质量的照片 不然我觉得A7 Mark III 真的是远远足够了 除非你去拍奥林匹克 亚远会什么冬奥会的这样的比赛选手 不然的话我觉得真的A7 Mark III就足够了 我相信随着A7 Mark III的这个推出 因为在北美它10号才推出的 那今天作为一般的用户呢 我们今天才收到 今天是12号 所以我真的觉得A7 Mark III就已经足够了 那么今天就简单跟大家做这些测评这些汇报 那么我们详细信息希望大家关注 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然后我给大家带来更多的这个街头的测评 感谢大家 那我们下期节目见 拜拜